刚刚提到就有关,这个是模拟出一个网页 那将来这个资料的话,理论上等于是原始码 因为原始码非常像刚刚那个网页就1700多行,那不得了 如果1700多行放上行,那不得了 那通常我们会用前面讲到request的那个套件 .get就是把网页整个里面的原始码都抓回来 所以我们要先知道怎么去爬取我们要的资料 所以这个有点像模拟一个简单的网页 它的结构一定就长得像这样子 OK,所以如果假如说我们刚刚抓的是那个什么 抓的是P的部分,标签,一定有头有尾 我们要抓的资料就是中间,中间的就点test 所以如果我假设要抓的是什么,title里面的资料的话 那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啦 你可以什么,假设要抓这个hello这个字好了 那其实道理很简单 一,你用什么,因为它只有一个嘛 所以你就SP 里面的话点什么,一个的话用fine 然后fine,fine什么呢? fine那个标签名称叫做title 所以你把它title然后放在这里 这样它就抓到了,如果你要抓它里面的资料就点test OK,如果假设你要直接print的话 你就直接外面包一个,或者你要丢到另外一个 自算变数也可以啦,我刚才直接print好了 print这个东西 OK,那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前面这个 这个我就不抓那个hello123好了,就把这个注解掉 就是先产生一个beautiful soup的物件 然后透过这个物件呢,去帮我把这个hello这个字 print出来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你看hello就出来了 有没有,所以以后的话只要看到标签啦 这个标签是第一重要的 那第二重要就是里面如果class的话 比如说哪边有class 像这个都没有class 不过有的时候可能会这样啦 它在第三个好了,比如说第三个里面会有class 然后等于什么 它理论上会有,网页里面可能会有 然后比如说它这个里面有p3好了 假设这样 那如果你要抓这个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把,假设你要抓的是这个的话 那其实就是什么 因为我知道它有p,也知道它有class 所以呢 如果你要抓这一个,那你就find后面 因为只有一个啦 那你就find后面第一个先给它标签,叫p 那第二个的话呢,就给它什么 给它的class名称叫p3 所以第一个给标签 第二个给class ok,然后呢,这样的话呢 把它直接执行 你会发现它就抓到 hellover的3 ok,这样的hellover的3 ok,所以哦 那可是如果你没有给标签名称 没有给class的话 它应该会抓第一个,那变hellover的1 有没有 ok 所以啦,它抓的方法很多啦 你想说老师,可是如果说今天呢 我一样要抓hellover的3 但是它如果没有class 那我要怎么抓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换一个方向 你可以把它全部 123先抓出,全部都抓到 因为我没有class 那我抓到之后,我在print的时候 我就是 在这个地方 就直接跟它讲说 我要输出的是第三个 所以呢,第三个 第3个012 那就先给2就可以了 然后里面的test 这样输出的话呢 有没有 第1个,第2个,第3个 那就是编号是2 从0开始 然后执行 这样也可以 抓到hellover的3 所以其实要输出资料 蛮多的方法啦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要看说 那个网页里面 它所提供给你的讯息 当然第一个重要一定是tag 就是它的标签 就是它的标签 第二个重要的话 就是它的那个什么 它的那个 就是class 比如说我们后面呢 翻例2的部分 也许请各位把那个翻例2 在 第二,一样在第二页 里面 这边有个翻例2 把这个翻例开一个新的 把它直接复制好了 那如果说呢 我们第二个翻例的话 假设说我要抓取的资料 比如说它这个一样 html开头 html结束 头跟尾 然后body 假设我要抓的资料 刚好在 抓这个好了 段落1段落2 比如说我今天要抓段落1 那比较简单 其实你就find findp就可以了 这个ID 这个可以不用管它 所以呢 我如果要抓我是段落1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怎么 find的时候呢 那直接 直接怎么 去find这个p 里面的文字的话 点test 这样find到的话 那就是我是段落1 所以把它print出来 这个应该是我是段落1 那没有问题 OK 那可是如果要抓这个的话 那其实很简单嘛 因为它这边有class 所以我就直接怎么 豆点 这边就多加一个 就是把那个read 把它加到这个class里面 所以第一个标签 第二个特征就是它的class 那把它执行 那就是我是段落 我是段落2就出来了 OK 那另外的话呢 其他的话 当然如果你想说 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有别的方法 比如ID好了 如果你要用ID的话 可能比较麻烦一点点 假如说我今天要抓的是 就是说 后面如果说我要抓第一个 那如果是用ID 那你变成你要用大瓜糊 就是有点像字典 然后前面的话 就是给它ID 后面给它ID里面的东西 p1 就比较麻烦一点点 也就是说 如果你假设标签里面 除了class之外 其他都必须用大瓜糊 然后呢 跟它讲说 哪一个什么 哪一个属性的什么内容 这样它才看得懂 比如说我今天要抓的是 这个里面的资料的话 那你就是什么 哪一个这个属性的里面的内容 p1 打错了 应该是p1 然后呢 它就会输出是 我是段落1 ok 更正一下 大瓜糊里面 不能用等号 应该是冒号 就是跟那个字典 前面那个一样 字典里面的话 一定是大瓜糊 然后key value 中间一定是冒号 ok 执行一下 好 那你会发现这个是 我是段落1 那如果我这边给p2的话 那它当然是输出 应该是我是段落2 要依此类推 ok 那所以这个是范例2的部分 就是说 除了可以透过标签之外 也可以透过ID 不过ID比较麻烦 就是变成你要用什么 属性名称 然后呢 叫什么 ok 这第二个特征 第一个 如果是class的话 就直接把它放过来 它就知道 所以呢 理论上大部分都有class 可是其实还有蛮多 网页里面它没有class的特征 那就你可能用别的方法 可以抓到你要的资料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